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祝大家新一年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家庭幸福 同时祝我们华文大奖堂在虎年也虎年天虎气 虎虎更深微 好 欢迎大家以后继续关注 夏明我把话筒交给你 好 谢谢倪会长 大家好 我是夏明 今天非常有幸我们能再次请到黄茜老师给我们做一次分享 那么因为经历了疫情 也经历了我们华裔社区受到了很多的冲击 包括教育 包括生活上的 那么很多二代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呢 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很多歧视性的事件 包括不公平的对待 也打击着华裔青少年他们的自信 所以我们请黄老师来做一个分享 揭示一段我们很长时间都被大部分人所忽视 所遗忘的一段华裔的历史 1820年到现在我们华裔在美国的历史 那么希望这段历史的揭示 能够和我们的中文教学能够结合起来 能够教育到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足足备备就在这生活 也让其他族裔能够知道我们华裔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那么我再次很有心地介绍一下黄茜老师 黄茜老师是美华实际公众号的创始人之一 主要撰稿人之一 美国中文电视台华人历史节目的主持人 前软件工程师 黄茜老师也曾经做过纽约公立学校的双语老师 我们大讲堂的格式就是先请黄茜老师讲 之后的15分钟我们会有一个问答交流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Q&A里面问 也可以在留言带里面问 好 谢谢 接下来又请黄茜老师 黄茜老师 好 谢谢大家 我首先非常感谢这个抛砖引玉的机会 我想题目是 讲出我们的故事改变我们的未来 这句话是一个哈佛二年级的学生说的 他耳闻目睹了针对亚裔的暴力袭击 这个Ava用一副组图 把他家这个160多年来 在美国遭受的种族暴力和歧视描画了出来 Ava说 我内心受到深深的伤害 恐惧与愤怒交加 明大教授 中读物里面 Dr. Seuss的book里面就有这样的场面 A Chinaman 他在告诉大家 你的族裔是笑料 我女儿放学回家就跟我说过 说刚才有人对我做这个动作 说这是干什么 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 2019年4月 长岛两个公里高中几次上演一个歧视华人的一个百老会歌舞剧 然后事后我朋友的女儿跑到校长办公室 跟校长说不应该上演这样的戏剧 结果校长回答说 这里演的最好的就是那三个中国人 这个朋友的孩子当场就差点气哭了 波士顿还有新泽西的一个中学也上演过这出戏 这两个学区就是那种我们的家长都是拼命花钱 要买贵房子也要去的学区 就是这样的学校能上演这种戏剧 这个剧里面讲的就是这三个华人就是做生意的 然后把这个是开洗衣店的 然后他们把白人妇女卖到香港当妓女 然后里面一堆丑化华人的这个场面 引得这个全场哄堂大笑 然后这个message告诉我们 就是在说你们都不是好人 即使孩子成功了 还有人会问你 你能代表美国吗 指的就是他的族裔 那么2016年纽约时报记者 现在是纽约瑶克的编辑 他是哈佛毕业 在曼哈顿中城被骂滚回你的国家去 目前他正在写一本排华法案的书 这个上期里面的男主角 小时候也经历过一段身份认同的挣扎痛苦 因为比如说从他到他带到孩子 他到学校的饭跟别人不同等等等等 当孩子们听到这个国会议员说中国人是小偷 当一个德州人说要像杀松鼠一样消灭中国人 当总统咆哮功夫病毒中国病毒的时候 我们的华二代怎么认识自己的族裔 所以假如我们不讲出华人历史 孩子们就只能接受他们听到的那些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就是亚特兰大枪击事件以后 这个Jay Leno对他过去几十年 就是贬低污蔑亚裔的笑话 做了道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关注这件事 然后我就去追就是到底他因为什么道歉了 我是觉得然后我就发追到了 就是我就找到这个人叫Aiko Gui 他们有一个组织一直在跟这个Jay Leno抗议 追着他谈这件事 他亲自跟我说 他跟我讲了很多 他说就是老这种这么嘲笑亚裔 然后闹的闹的连亚裔女孩都看不起亚裔男生了 就是说这种种族歧视 我们自己的族裔已经相信 已经认可 已经接纳了 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 比如说这位 这位这个Marianna Liu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 他的中文名叫柳家明 他承认说 I have always been ashamed of my Chinese name 然后但是亚裔这次 这个针对亚裔的暴力改变了他 他写的文章题目就叫 我叫柳家明 那么把危机变为转机 这位照片这位是NYU的副教授 叫陆颖 住在新泽西 是他和一位印度裔一起 推动这个新泽西 通通过法律 就说把这个亚裔的美国人的历史 纳入教材 纳入教科书 这个他就他的话说 他说由于我们丰富的故事没有被讲述 亚裔美国人长期以来 被定型为缺乏领导力 指示和技术岗位 由于他们的职业道路狭窄 亚裔美国人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领域的比例过高 在人文和政治领域的比例过低 在这个区域州里面作证的时候 Livinston青年联盟说 今年我们学区有两名学生自杀身亡 他们都是亚裔美国人 他们曾经在学校长期受到欺凌 以及而且又不那么明显 但又确确实实在在的攻击和排斥上 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另外一个家长作证说 这种对我们的面孔和故事的故意抹杀和忽视 就剥夺了我们的孩子 了解他们如何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的权利 而这个国家也是他们的国家 它阻止了亚裔美国人社区拥有更多的政治机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对话的一部分 它阻碍了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之间 建立多种族裔的联盟 因为我们彼此争斗 而不是彼此理解 除了校园之外 我们看看社会上对这个diversity equality的倾向 比如说这个做娃娃这品牌 American Girl 第一次亏出了一个亚裔娃娃 这人叫 这人叫Corentine 这个牌子就在那个Colorado 我认识的一个教授 他就是在给这个品牌做咨询 这个做法就纠正 企图在纠正一个陈旧的观念 就是说一说美国人就只能是白人 另外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这是新加坡的一个designer fashion designer 很有名在曼哈顿 欧巴马夫人穿过他的衣服 然后他就是在一次business会议上 他说他要打造大概美国人的形象 然后旁边一个 就是一个跟他一会开会的白人就说 你自己都不 you don't look like American 你怎么能打造美国人的形象 这就是典型典型 典型典型的启示 于是这就激励了他做了这么一场时装秀 他让这些走秀的摩托 前面挂着 Who gets to be American 这套衣服已经被大都会的fashion的展览 展出了 收藏了 然后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Anna May Wong已经上了这个quarter 所以这些事情呢 都是社会上的这些动向 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孟昭文议员呢 一直有一个提案 就是说要在华盛顿的这个大草坪上 建立一个亚裔历史博物馆 因为so far呢 我们有非洲裔的heritage博物馆 Ladino呢刚刚立法 已经有Gay Lesbian也有了 也在立法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没有亚裔美国人传统的 这么一个博物馆呢 就是要在这个草坪上 为什么要在草坪上呢 这个是有特殊的意义 对吧 就是我下面这张画 下面这张图 就是已经有 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块地方 它我们只有有博物馆在这 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亚裔美国人就是美国人 另外就是7月 去年7月份的伊利诺伊州 第一个通过法律 州里面通过法律 把亚裔美国人的历史纳入教材 纳入教学大纲 这位呢 就是一个混血的华人 他在这个签字仪式上 特意穿了 在衣服上穿了 他外公当时入美国籍的扣子 所以他非常自豪的显示 显示自己的heritage 就这个白颜色的扣子 就是他外公 特意从他外公的衣服上 他外公宣誓就职的 他外公宣誓加入美国籍的 那个衣服上取下来的 这是州长签字的仪式 所以我想我们如何培养 像Jennifer这种心态 把自己的heritage为荣 把历史上的遭遇 变成今天进取的动力 来我们讲到中国和美国 中国人在美国 中国和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美国实际上很有这么早 有这么重要的关系 实在是不多 美国1784年建国 85年他的贸易的船 就从中国做贸易回来了 中国当时英国封锁了美国 对外的贸易 因为你刚给我打完仗啊 对吧 我让这世界都是我的港口 我不让我的 我让我的港口都封闭 不让你的船进来 那这个谁 这个这个美国船 就去了中国做贸易 说当时这对美国经济 是一个极大极大的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推动力 因为当时打完仗以后 美国欠了很多钱 经济很困难 当时这就是 当时跟着这个第二艘船 进来的三个 当时跟着贸易船 就有华人进来 这三个人呢 我想我们华人以后应该记住 现在就应该记住他的名字 让我们的孩子记住他们的名字 这样的话呢 我们孩子就知道 美国刚成立 就去了中国做贸易 一个最年轻的国家 和一个最古老的国家 这三个人叫亚成 亚全 亚冠 开始的贸易呢 是茶叶 西洋森 这个水塔皮 然后呢 慢慢的就 很快就发现了 英国人那做鸦片 是利润最高最高的 于是美国人商人 马上就加入了 然后这是哈佛商区院 现在存党的 这个赫尔的家族 做贸易的记录 然后这个瓷器呢 是当时很早 是华盛顿 华盛顿买的 这个中国瓷器 他当时有记录 说他买 要买这个东西 又要好 又要便宜 然后他就是 现在在他的博物馆 那个华盛顿地区 文治医院 那个他的那个 家族博物馆 还有他收藏的瓷器 中国瓷器 非常轻 当时呢 那英国人是 英国人垄断了 在印度的鸦片生产 和这个运输加工的基地 所以美国人呢 就只好绕道到土耳区 去拿鸦片 这是马省的一个博物馆 找到的这个数据 每年运进鸦片 每年运进中国的鸦片的数量 这是清朝反鸦片的宣传画 当时鸦片贸易的利润呢 为美国初期的工业革命 提供了强大的资金 在马省的Loy那个地方 有个纺织厂 我特意去这 我拍的照片 然后呢 最早的投资叫Cabot 他就是鸦片 他家就是 就是鸦片贸易商人 投资了 这方面投资的很多 包括很多藤校 另外像这个 第一个进鸦片的 应该是这个 Aster Aster family 就这个酒店 不就是他们家的吗 就是华尔道夫 这个叫什么World of Astoria 每次国宾都下榻的 这个地方 然后这些 哥伦比亚的 哥伦 这个哥大的这个图书馆 就是校长 为了纪念他父亲 他父亲就是中国的 在中国的鸦片贩子 然后这个 这是耶鲁的这个 精英俱乐部 那也是由鸦片贩子捐的钱 普林斯顿的这个 主要发起人 也是鸦片 也是鸦片贩子 这个 罗斯福的外公 这是他们当时在香港的办公室和住宅 然后王小梁教授呢 王小梁教授 王小梁博士 最近出了一本非常好的书 除了当时中美之间的贸易 美国的那些精英呢 就是所谓的Funding Fathers 也特别赞赏中国的文明 比如说王小梁教授就 我都不知道这个 这是从王小梁教授书里看到的 这是在美国的那个Supreme Court的东门上 有一个是孔子的 左边这个是孔子的雕像 然后Franklin还赞扬过中国的科举制度 说这个胜于欧洲的世西制度 另外这些Funding Fathers们从那个远洋贸易回来的船上 都买了中国的种子 种中国的植物 买了中国的Porcelain Silk 好 谈到这个华工修铁路 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们 我想指出的是 华人不仅仅是铁路 不仅仅是铁路工人 不是说我们的定位 就是说华人修建铁路 那铁路工人多着呢 实际上华人修建的是美国大国崛起的通道 为什么呢 有一句话非常精确的说明了 这个作用 就是在那边的Auburn那边 还有Yuta那边的Visitor Center 有这么一幅画 下面写着 We build the railroad that build the America 我们建设了铁路 铁路成就了美国 这句话确实是里面的含义 是这样 当时修铁路 林肯下决心修铁路 是为了加快往西部的移民 那么62年就通过两个法律 一个是鼓励大家呢 去那边移民 因为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 你交10美元申请费 你家只要有一个 每一个21岁以上男人 能够连续耕种5年 160公顷就归你了 那么为了让快速移民的 一方面是立法给你土地 另一方面呢 就是要一定要修起一条铁路 这样好往西部扩张 密西比河里扩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当时南方吵着要独立 因为北方不让他们蓄奴 所以呢 那么林肯面在这个国家 要分裂的这个关键时刻呢 西部支持他 说要把物资运到东部来支持林肯 那么林肯就非常着急 把西部接通 这样联合起来呢 抗衡南方 所以呢 这是林肯非常重视这个铁路 这是他亲自跑到当时 美国铁路的终点线 看着这个铁路 要往哪条 往什么地方修 这是他和这个将军 在一起看地图 我们来看看啊 70年的时候 当中国华工作为主力 修建了这个美国西部铁路的时候 美国的铁路图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是西部唯一的一条铁路图 然后十年以后 正因为修起了这条铁路 十年以后 美国铁路是这个状况 铁路的沿线都建起了城镇 美国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叫列车 孤儿列车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不是 就当时东部 欧洲移民来了以后 那很多人病死了 或穷死了 或者有很多情况吧 很多孤儿流浪在街头 没人管 然后呢 你在东部也没法修 收留他 美国政府就把这些孤儿呢 就是问东部西部 哪些家庭 哪些教会 愿意收留这些孤儿 就送上一辆列车 把他们送到西部 很多人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孤儿列车 也是用上了 华人修的这条铁路 去了这个美国西部 十年以后 美国西部就有这么多铁路了 二十年以后 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实际上美国修了 三条太平洋铁路 除了中间这条 北边到明尼苏达有一条 这个南边还有到德州 还有一条 所以美国西部 整个比西比格的扩张 实际上全都有中国人的参与 比如说这个西部以后 扩张以后 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 那么阿拉斯加 也是最早就有华人去矿山 也有华人在那做这个三文鱼罐头 这是当时一个华人在那面包店的师傅 他自己开个面包店 这是华人在阿拉斯加 然后呢 美国探险北极也有华人的身影 这位 这位左边这个林通胜 就是表现得特别出色 回来得到了这个银制国会的银制奖章 其他的军官 那些高级军官就得到了金制奖章 好了 美国成了太平洋国家 铁路公司的 那些老板也都报复了 比如说那个Stanford Stanford大学 还有Huntington 那个洛杉矶的Huntington Grounds Library Museum这些 也都是他们家的 他们家捐出来的 然而等待华人的却是一场浩劫 73年 1873年 因为美国有点经济危机 很多人就把这个华人当了替罪羊 然后就是轰轰烈烈的 就是全国的 就是整个西部的一场 反对华人的运动 就扩展到全国 然后就到了82年 就是形成了 就最后通过了这个排华法案 右边这幅图呢 就是当时通过了排华法案以后 这大家欢天喜地的这个场面 这个穿西装的呢 就是起草这个法案的Miller 这个右边呢 你看这个罗马士兵 这就是象征着法治权利 就把这个上面写着 Anti-Chinese Bill 当时媒体是怎么 怎么怎么这个污蔑中国人的呢 怎么黑中国人的呢 大家都看见了 我们是就是很多 我们的很多很多罪名 我们他就告诉我们 华人都在干什么 都在哪些行业 这样好定点的这个target咱们 然后呢 特别是要提到是这些政客 是怎么利用这些工会的排华情绪 为自己拉票 比如说这就是当时旧金山的一个 一个一张选票 他这个选票怎么写呢 为什么要选他的理由是在哪呢 因为他带头排华 而且坚持不懈 他这个候选人呢 承诺我上任24小时以后 我就开始驱逐华人 所以你看这上这个 这个这上写的是华人呢 纷纷地打着包 登上船要走 这就是他promised选民 所以他们就是这些政客 就是用反华来拉票 这是1876年 咱们旧金山的华人组织 写给旧金山警察局长信 华人走在街上经常无故被袭击 施暴人极少被逮捕 而华人自卫却经常被逮捕 还遭到罚款或监禁 煽动反对华人的言论 已经造成对华人的袭击 如果对此纵容 我们害怕将会发生 对华人的流血暴乱 再举一个例子 除了西部的政客 还有东部的政客 这个布莱恩是马省的Senator 他本来是跟着林肯 一起打着这个人人平等的旗子 解放黑奴的 也就是说 他应该是站在华人这边的 结果他就为了 那一年他要选总统 他连着三年 他有选总统的野心 他就看到 当时美国情况是 北方是共和党控制 南方是民主党 而新开发的这个西部 都是摇摆州 这个Oregon跟加州 加起来有六张大候选人的票 大选举人的票 那他就要顺从工会的诉求 就是要驱逐华人 所以他驱逐华人是 他就成了 他华人骂的是最厉害的 当时有一个漫画家 非常正直 非常看不惯他 然后就专门写了 画了这幅画来嘲笑 来批评他 说这上写的 这个字比较小 所以我把它放大 上面写着 华人是cheap labor 没有选票 然后又特别勤奋 白人的是因为有选票 然后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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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in呢 就一脚把华人提开 尽管美 他们都坐在美国的基石上 叫人人平等 然后到了80年 因为80年是个大选年 是所以是最这个 血雨腥风的时刻 这是一幅 这个漫画 就是指出啊 揭露当时两党的候选人 如何用华人来拉票 这就是两党的候选人 然后就是说这个题目就是 你没有选票 哪个党都不要你 然后呢 同时80年 还出现了一个 October surprise 都是华人事件 是一个候选人呢 给造谣另外一个候选人 做了一封信 给大家给报导看 说你看 他曾经说过 同意这个雇佣华人 然后当你这个 对华人的污蔑攻击 太多的 多到一定份上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暴力 就在80年 选举全的48小时 在丹佛就发生了一场 对华人的 的这个暴乱 屠杀 这个朱立平教授 有专门一本书 现在呢 还有这么一块牌子 这是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一些 有些正义人士 有些哪些正义人士 替我们这个站出来 这个黑人民权领袖 他原来年轻时候是个slave 后来通过自学呢 就成了这个一个黑人的领袖 他就是看到中国人这情况 他也出了 他特意在波士顿发表了一个 一个演讲 叫composite nation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一个移民的国家 他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一个移民的国家 应该容纳不同的辅塞 他说 你说中国人 当时的人都说中国人特别落后 他说那中国和其他民族渴望来美国 而且这还能来成 这就证明他们的进步和适应能力 他说 他说了很多中国人的好话 我就不一一念了 因为时间关系 然后当攻击中国人很大的一点 就说你们让中国人来了 然后他们也不能入籍 因为跟我们特别的那个文化低 也跟我们的文化特别差 那既然这样就别让他们来了 他正好相反 他说 你说不让他们 因为这个不让他们移民 他说我的回答是应该让他们移民 而且也应该让他们入籍 而且也应该让中国人投票 也应该允许中国人担任公职 而且他说应该让中国人来 因为他们帮美国增加财富 他们开发此地无限的资源 他们将帮助偿还我们的国债 他们将有助于减轻国家税收负担 他们土地耕耘和工业制造的技能 没人能比 他们奉献技能 我们受益 这句话这么多年了 可能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非常进步的 这个左边这个图画呢 就是讲了 当时各个政客 这当时都是有名的政客 怎么利用中国人没有选票这件事 在每次大选中呢 就是敲打中国人 他把中国人打得 喊声越大 他得到的选票就越多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动力 这张漫画的题目就是 他们一枚选票 二枚朋友 我们干掉他们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敬重的 这个一位一位美国政治家 他是你看疫情期间 我们的华人都在给他扫墓 都在纪念他 他是也是一个麻省的参议员 他当了很多年的参议员 所以每次排华法案 国外讨论他都在 他都是投反对票 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人 就是在每次在排华讨论的时候 都投反对票 有的人是没有当成那么长的议员 还有的人就说开始反对 反正一看 你们都开始反对 还坚持正义 后来一看 大家都反对中文算了 我也随大六 当然别影响我的选票 但只有他一个人 真的是坚持正义 我们有一篇文章 专门写这位这个人的事迹 他说这项法案 他当时最后一次 是美国最后一次投反对票 是1902年 你看 这是当时的报纸 76个人都支持排华法案 唯一 他是唯一的一票 他说就算我国军奋战 我也要把我的抗议记录在案 然后我们讲排华法案 62年下华人的生活 不用讲华工了 华工整个就不让来 然后在这的华工 你要在这挣钱就待着 你也不能结婚 因为没有女的来 然后呢 你要回去你就进不来 所以就是这么 把我们华工 这就整个一个种族清洗 把华人就是整个 整个就 这就是一种族清洗 就没有了 所以我老说 如果有人能不能算一算 如果当年没有排华法案 今年华人在美国的 现在在华人 在美国的人口比率 应该是多少 不会是1.6 好 那么当时不仅是华工 就是有 很多华人都说 当时排的就是苦难华工 咱们这种有文化的没事 我给你看看 咱们当时有文化的人是什么样 这位是纽约最早的医学院 很有名的一位医生 做得非常好 因为你是中国人 你不能达到医生执照 这位右上角 这位叫张康仁 他是哥大学霸 他们教授都专门表扬他 说他有太聪明了 这个话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 被剥夺了律师资格 因为他是中国人 而排华法案和加州法律 严格说明禁止中国人 只要你是中国人 就禁止加入美国籍 好 这位中间这个小姑娘 是这个加州 当时呢 公立学校 就是不准 不准他上 尽管他是在美国出生的 而且他从小 是没有住在唐人街 是住在那个郊区的 因为他爸妈 做生有点钱嘛 但是就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孩子 不愿意跟你们的人 坐在一起上课 所以教育局就不让他们 在那个进美国学校上学 中间这个是南方 美国南方的 一个华人学校的照片 这是南方的一个博物馆里面 一个华人历史博物馆 给我提供的 也是南方更是了 那更是禁止那个华人上学 右边这本书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这两个小姑娘 穿连衣裙 这个穿白连衣裙 就是在于从学校被赶走 刚上学两天就有人提 说他们俩是中国人 我们这学校是白人 你们不是Caucation 所以你们不能进来 校长就把这两个姐妹 叫到办公室 就请他们回家 妈妈去 爸爸妈妈去告 但是你告不赢啊 学校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法律允许他这么做 于是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改变 是到了 后来 1952年还是53年 有了一个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就是大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规定 以后再也不许用族裔 来禁止孩子上学 这就就是当时 另外当时排好法案 有一些当时有文化的人 是当时怎么抨击排好法案的 上面这位 上面这个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之下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他说 昨天我收到一封信 他当时在唐人街 是让中国人捐款 是要这个 因为法国赠了这个自由女神 但是这个基座要美国人自己做 对吧 这个 然后他说呢 大标题就是 他说呢 他说你想 他说你们还跟我们说自由 跟我提自由 他说自由这个字让我想起 美国是所有国家的人民的自由之地 唯独中国人民除外 在这片土地上 建自由女神像的基座 要我们做贡献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自由女神高情火炬 为所有移民们照亮来美国的道路 然而中国人可以来美国吗 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 可以像其他族裔的人一样享受自由吗 他们可以去哪里都不受其他族裔的侮辱 虐待 攻击 诋毁和伤害吗 自由伟大的美国将被哪个来主导 是台阀法案 还是自由女神像 这个问题只有后代才能知道 邵松波 邵松波是一名 他的我们不知道他的中文真名是什么 还有李恩富 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 李恩富的后代在中国是当AP的那个 一个记者 他的采访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个关于他的讲座 他也是自己在那个 因为他是耶鲁的学霸 所以他在耶鲁让他做毕业的典礼致词的时候 他就整个不谈自己 完全把他的这个毕业典礼致词 变成了一个抨击这个排华法案 引起了阵阵的掌声 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所以这些都是孤身一人在排华法案的时刻 那个因为自己懂英文有文化 也懂美国历史 敢于这个抗击的 所以这些人都应该作为我们华二代的榜样 另外也是 就是这个 就是尽管在这个排华法案 这个这么艰苦的情况下 我们的华人在各行各业虽然被踩在最底层 但是依然是涌现了一些英雄 比如说中间这个起手就是叫刘成基 我采访过他的孙子在纽约当律师 那么他的事迹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是这个Steven Wander有一首歌 是歌唱各个族裔对美国贡献的人物 那么唱到中国人的时候呢 这个Steven Wander就挑了铁路华工 李小农和这个刘成基 然后我们才find out 谁是这个刘成基 才知道他的事迹 他是在当时 他的事迹 我们有一本 有一篇文章在美化史迹 这单门再看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那个 要求华人追求平等地位的领袖 一个是黄金德 一个是王清福 王清福是最早成立的一个华人组 叫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 到处在美国各地演讲 去联系的 联系一些美国的平等人士 要求废除排华法案 然后黄金德呢 是因为自己入境呢 被美国这个拒绝承认 他的这个在美国出生 就可以当美国人 别人出生都可以 中国人出生也不行 然后他去打官司 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所以现在美国这个BIRTH RIGHT 就是他是第一个案例 然后另外这位李美部 是当时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先驱 这个讲到 讲到这个 华人 这个排华法案是19 到43年 因为美国和中国二战结盟 那么日军呢 就用美国的这个排华法案呢 在中国动摇人心 做阵地宣传 说美国人不是你的朋友 他就想那个让你们铁打仗 你看看他都不让你们去 有一个排华法案 然后这个事呢传到罗斯福总统的耳朵里 他说他就跟国会议员说 我们一定要废除 实际上当时因为即使废除了排华法案呢 美国还有一个1924年的排华法 有quota 也在还在限制中国 就即使你排华法案去除了 那个被废除以后 华人全世界的华人只能进105个 这个华人指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这个规定指振的华人 比如说你从巴西进来 你不算巴西人 你算中国人 但是如果别的人从巴西进来 就算就可以算巴西人 就是唯独就就是防你中国人 从别地来 你比如说你们先到了英国 或者先你别人到了英国 比如说你是西班牙人 你到了英国 你就算英国人的名额进来 但你中国人到了英国 你还算中国人 全世界来的 不管你从哪个地方来 只要你是中国人 我们只给你一年105个名额 那么这105个名额 什么时候取消呢 是马丁路德基领导的民权运动之后 立了两个法 一个是平等权利法案 平等权利主要就是指 不许用族裔的理由 不让人家住房 不能用族裔的理由 不给人家工作 不给人家上学 这是平等权利 还有一个法律呢 就是说 新的移民法就改变了 过去的种族歧视的这个做法 那么这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 为什么总统在爱丽丝岛的 这个背景签署这个法案呢 就是因为它是 这是移民法 然后正是这个移民法以后呢 这个华人的移民才大幅度的上升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40年这个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 还是每年这个排华法案废除以后 我们也只能进105个华人 而真正是华人的人口移民的 真正上升是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开始的 举个例子 这个是当时平等权利呢 就是当时加州的这个房契上就写着 No person of African Japanese Chinese or any Mongolian descent 可以在这租 可以在这住都不行 别说买了 他说除非你是用人 你可以在这住 然后举个例子啊 这个是我认识的朋友 当时他父亲是从缅甸打仗回 是华裔美国人二战术参军 在缅甸打仗回来 家里看孩子大了 想搬到一个蓝领区 他们当时只买的喜旧金山 叫Richmond的地方 然后呢就是不能 那不是给中国人 那是白人的蓝领区 他爸爸是跟一个白人的战友特别好 就让那个白人战友先买下来 然后再卖给他爸爸 然后他们搬进去以后 就这样搬进去以后 当时邻居立刻发起petition 不许他们搬进来 另外我们现在看这个 public swimming pool wise only 为什么我们现在再也看不见 这种这种牌子了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民权法案 就是这个民权运动以后的 这个平选法案的规定 好我们这个族裔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从过去的这个 这个这个华人这个处境 到今天我们有这么多 各行各业的精英 这个下面呢 我来讲一下呢 就是因为今天很多都是老师 去年的夏天 费城熊熊熊校长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上了给孩子上这个九节 华人历史课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想 我当时考虑就是想呢 就是说给小孩上课还是第一次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 既要保持历史的原貌 但是又要适合这个年纪的孩子 让这个年纪的孩子感兴趣 所以我就第一课呢 选择李恩富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他是12岁 当时跟我班里的孩子差不多大 当时班里的孩子都是11岁 然后呢 而且呢又是上学 我们讲的是到美国来上学 所以这个我觉得能比较让孩子觉得related跟他 然后呢 这些照片呢 也是孩子上大学以后 去中国 这个是呢 这个就是李恩富的后代 就是左边这个戴墨镜的 这是李恩富的后代 他是一个老师 他夏天是经常带孩子去中国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 这也是李恩富的后代 这个这个是哥哥 这个夏天带墨镜去中国 天安门前找 这个是弟弟 他是美联社记者 我想好多人都看过他的文章 然后呢 第二课呢 我们就讲到李恩富同学们来到美国以后呢 从西部坐上火车 那么这个火车呢 前一年刚刚通车 而且是中国人建设的 所以就把这个火车的这个故事呢 又告诉老孩子 然后呢 坐到火车 正好他那个车特别巧 还遇到劫匪 大家吓得要死 那么这段历史呢 其实也是美国历史 因为我为什么 故意能够尽量吧 尽我的这个能力 尽量能够 谈到联系一点 他们知道的美国历史 因为孩子在美国 他们上课本 学说美国历史 讲的是美国事件 我呢 就尽量让他们 把我们的华人的历史 和他们知道已知的美国事件 联系起来 让他知道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 was part of it 这个美国有名的 劫匪大道 他们全都知道 这个故事 Jesse 劫匪 火车劫匪 全都知道这个人 很多的那个 美国老百姓支持他 那个因为 那个都说他是 那个从抢那个 把那个 他是专门截火车上的 金条金矿 那不是七步桃子金 通过那个火车 运到东部去吗 所以呢 很多人知道 这个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把它 把它联系起来 然后呢 再联系到 这个斯坦佛大学 因为一说 因为这个孩子呢 都是一 这个年纪都是考虑到 以后上了上大学啊 所以这个斯坦佛大学 他们都知道 所以就是我就尽量 另外呢 我也是讲课的时候 提到这个 这个 Ava 这个因为Ava 跟他们年纪 比较相仿嘛 也都是 所以我讲Ava 家族故事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让孩子觉得 跟自己有点关系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呢 我是 我觉得效果比较好 非常好 就是这个叫 小鹿班比 叫黄上 我怎么能把他的名字 给忘了 就他是 在迪士尼 做的这个 做迪士尼 小鹿班比 就是他设计的 然后呢 我还介绍了 给他们放了黄西 这个我主要是 就是找不着教材 我就把网上的一些视频 播出来给他们看 然后 我也播放了 这个黄西的 这个受 特别受欢迎的 这个视频 我觉得效果特别好 我当时比较 从那个zoom里 看着孩子的表情 我就是 讲到黄西 看到黄西 就是看到 大家孩子看到一个 跟自己长相差不多的人 说话有点口音 可能跟自己父母差不多 然后在 在那么 特别的掌声雷动 然后在那个 这个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对我们华裔的 这个自信心 非常的 我觉得有促进 另外我也告诉他们 给他们播放 马悠悠说中文的片段 还有林书豪 说中文的片段 我想告诉他们 就是说 那个 这些 就是说 黄西是一个移民 都能把这个英文 说得这么好 所以他们也能把 中文说得这么好 这个 我就觉得很 我班里有一个女孩子 就是我觉得 我注意到 当我把这个林英的 照片放出来 这个女孩特别注意 就使劲看 而且很高兴 我觉得这个 就是让她看到 就说 她是 我希望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她觉得 哦 就是 跟我一样的人 照样在美国当英雄 我觉得这个 给孩子处理这个观念 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这个贝玉明 讲到贝玉明的时候呢 我是不仅讲到 他在西方建筑上的成就 特别强调的 就是中国文化 对他的影响 前面这个 哎 我怎么把这个人的名字忘了 太抱歉了 就是这位叫黄 叫黄什么 我怎么 so sorry 我不知道谁想起来 他的名字 然后他 他自己说 他能画出这个 反比也是受到 中国水墨画的影响 所以 讲到他们成就的时候 我们都 刻意强调一下 中国文化的价值 然后 讲到 我也讲 还有一刻讲到了 我怎么引进 这个排华法案 这件事呢 就是 既要维持 历史原貌 都要 一单一要让孩子 好接受 我就讲 我就从这个 Jennifer呢 她是在 伊利诺伊州 推动立法 要求把这个 排华法案 列入他们的 教材 我觉得这个 这么说呢 孩子比较 比较容易接受 然后也讲到 然后我选择 这些图画 也是 也是比较适应 孩子这个年龄的 然后我也特别强调 就是Jennifer 在这个庆祝的活动上 的就是高调的 显 展示 说这是他外公 入籍的时候 衣服上的那个扣子 回去啊 好我基本就讲到这儿 我想呢 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我们当我们给 华人历史里面 华人当我们给孩子 讲历史的时候 是哪些营养 是华人呆特别需要的 我不能下结论 我只能给 我想我跟分析一些 分享一些问题吧 就是我们华人曾经被踩到 美国的最底层 而今天的各行业都涌现出 华裔的精英 这个巨大变化 经历了什么 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们从华人历史 这个看到哈 当种族歧视情绪和语言 积累起来 是不是会引发暴力 我想这些当时都是问题 我们不要 就是这是供大家讨论 不是我的结论 当华人被当一个族裔 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那些投机政客 是怎么利用这一点的 另外1943年 废除排华法案的 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段历史里 包含的政治智慧呢 就值得我们像犹太人 对待他大屠杀那样 去研究去思考 在华人争取 族裔平等地位过程中 联合各族裔的正义人士 有多重要 我们看到了哈 就是各个族裔 都有正义人士 比如说那个马省Senator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Douglas 那么民权运动前后 华人地位的这么巨大的改变 证明了什么 对吧 前辈在如此孤独艰苦的环境下 都敢于发声维权 我们今天该如何维护 自己的平等地位 犹太人都能够居安思危 大家都知道犹太人的各方面的地位 都是在美国最高的哈 但他们呢 就是今天还不断地用苦难历史 去激励后代 不断地进去 那么我们怎么把昔日苦难 化为今天的动力和智慧 我希望就是通过这段的历史呢 帮华二代呢 更加强大自己的内心 也希望呢 用这个鼓励华二代多一份使命感 并从各个方面 empower我们的这个族裔 让这段历史呢 能够坚定华二代的自信 并激发出他们的领导力 好了 我基本就讲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share了哈 呀 好了 谢谢华老师 非常精彩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大家耐心 谢谢各位老师在这个 留言留言板里面 很积极的互动啊 我们如果各位 在线的老师和校长呢 有任何问题可以举手 也可以打在Q&A和留言板里面 我们可以跟黄老师做一个互动 那刚才黄老师提了很多 很有的很很智慧的地方 黄奇要 要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办这个讲座 在中文学校这个品牌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 能够建立我们华一更更强的自信心 我记得有一个 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件 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孩子 他是从小在这出生的美国华裔 他在骑自行车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 他是一个12岁的一个Tino人 一个人开车经过 摇下窗来跟他说 那是疫情期间 说你能够到你国家去 他就很震惊 他会去跟他父母说 我就在这出生 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么 那么其实我们从黄老师 这个演讲当中 波斯抽解 能看到所谓的这个美国 这个西方的人物化 所建立这个国家 我们波斯抽解 能看到很浓重的 中国人的痕迹 和中国文化的痕迹 从建国出去 其实这段历史 我们要把它发掘出来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 下一代需要了解 需要更具备这种自信 而且也应该让 其他族裔能够了解 让他能知道 怎么对待我们的这个话语 大环境是伊丽诺伊州 已经通过了 在K12课堂里面 教授亚裔历史的法案 最近新泽西州也通过了 刚才黄老师介绍的 陆宁教授 就是几位主要推手之民 那么其他州 想把他住下州 其他州也在 一直在往前推进这个法案 希望能够用 我们都希望 这个大趋势是 我们通过教育 能改变未来 我们通过教育 能改变现象 请问各位老师 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 交流的话题 谢谢各位老师的准评 然后王老师 你还有任何总结的话想说吗 黄老师 你好像mute 你可以把话筒再开一下 大家这个内容非常多 内容非常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美华史记 好 那么我在这儿 正好有三位老师 提了问题了 那我在这儿 就带问一下黄老师 第一个 他问的是比较 比较具体实操的问题 第一个是 如何教导学生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还真的不是我的 那个 有一个 咱们有一个群 是那个张纯儒母亲 在那儿办 那个 有很多专家在那里面 国内也有些教材 然后 那个 美国也有一些 我觉得这个问题 最好去请教一下 那个张纯儒的母亲 那个群里有很多 这方面的专家 因为这次我们的讲座 是讲到是美国华人 在美国的历史 所以南京大屠杀 属于就是中国的 是华人在中国的历史的 这一部分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 上学期是 我的儿子十年级 英文课有一个作文 他选择华人移民的历史片段 OK 那么这是一个comment 这不是个问题 那我想问一问 这个石老师 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问 你可以举手 或者是继续把问题 type上来 好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 熊群明校长问 他说 历史照片都很珍贵 相信您花了很多时间 去追寻 这些照片在哪里 有永久保存 哦 我可以把那个PDF save一下 发给大家 好的 那么那么这样是 如果您是通过注册大讲堂的话 我们都会有您的email地址 那么我们会在讲座后 把黄老师给我们分享的照片资料 通过newslet的方式 发到每一个 给我们提供过email的 好 那么最后一位何老师 他问说 有黄老师您的联系方式 可以分享吗 可以可以 我到时候把微信给大家 好 那么我们也一样可以通过newslet的形式 把黄老师的联络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只要注意看自己的email 如果您是直接通过登录zoom进来的话呢 那么麻烦您去我们的大讲堂去sign up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把email给丢给我们 下面在Q&A里还有几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刚才那位施老师就说了 他说他的儿子呢 有一篇作文想选华人移民的历史片段 怎么样给他推荐文章 他是希望黄老师能给他推荐几篇文章 给他儿子作为作文的素材 哦好的 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公号 就美华史记 那个上面有那个英文的介绍 也有那个汉语的 家长可以先看看汉语的 觉得哪个比较合适 然后再从那个英文上 去给把英文资料给孩子 大家提到那个 提到那个学美国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那个美华史记公号 我们里面有很多中文的文章 很多故事 好的 请问还有老师有问题要问吗 后面好像还有几个 下面能看到 就是像张英老师 他在问说 如果学生问 为什么早期的华人 会遭到如此的迫害 怎么回答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很普遍 很普遍 为什么早期的移民 实际上这不是早期的移民 这是这是种族歧视 反移民的情绪 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都没有断过 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反移民的这个情绪 比如说一有暴力 就针对中国 就打中国人 这个实际上就是历史的延续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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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了 就是 还是 就是说 种族歧视的这种情绪 所以根源还是种族歧视 然后 然后呢 跟你最 对于老百姓来 来说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啊 我觉得你抢了我的工作 其实跟你抢工作的人 非常多 中国人只是很小一部分 但是因为你长得 跟别人不一样 你说的话 跟别人不一样 他就拿你当目标 而且呢 这是呢 这是比较低层 老百姓比较简单的 就觉得你抢了我的工作 然后最坏的是什么呢 最坏是政治家 一些不良的政客 利用这种情绪 站在他的那高台上 比如说 他是竞选这个 他是竞选什么 那他的 他的声音就非常大 因为他有媒体 他有 他有话语权 对吧 然后他就去煽动 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他的真正目的是 为自己拉选票 他就 但是他声音很大 因为他有说话的平台 他有话语权 他就使劲地污蔑中国劳工 去歪曲这个真相 他的真正目的是 为自己拉到选票 可是他实际上是坑害了中国人 是坑害了移民 是他们在 就像我在里面讲的那个 就是说 他说 我上任 我只要 你们要选我 一上台 我24小时之内 立刻驱逐中国华国 把他们送上去 让他们滚 这个 这个 实际上他是什么 他让大家 他想让大家选 他想跟对手竞争 让大家来选他 他利用的是什么 是大家不想要中国人的这个心情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说这些政客 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关注是这些政客 因为他利用了这些平民老百姓的这些情绪 来为自己拉选票 而他这样呢是从他就把这种种族歧视 最后他们当了官就可以立法 所以就把这种种族歧视呢 就是合法化了 这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 就是从制度上的种族歧视 就是怎么从民间的情绪 被这些政客利用以后 就变成了政治上的一个法律 然后就可以合理合法的 动用国家机器来整个压制一个族裔 你看立法了以后 他就 他那会儿就有个罗马士兵 是吧 他就可以用国家法律 就 你就在美国出生 我都不让你进来 就说你是中国人 然后那个所以王清福 所以那个叫黄金德 为什么去打那个官司 就是因为这个 好 下一个问题是 浩利蒙老师在问说 对于中西结合的家庭 如何 关于如何让孩子 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认知 这个我还 这个挺多的 我不能说 我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混血的孩子呢 从历史上来说呢 也还是很受歧视 我们就有一个 可以说是第一个美国华人的女作家 她叫她名字叫水仙花 她就是混血 然后但是她是自己呢 是以华人为自居 自己认为是华人 然后她的 她就也写了非常多的 抨击排华法案的文章 这个以后我们有文章 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人她就是中西混血 但是她是以自己认同自己是华人 非常同情华人 非常痛恨这个排华法案 我觉得照样可以基本上 还像华人那样 一样去跟其他孩子一样 做这个教育 有一个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女儿多么以华人为长相 为骄傲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可以让她发言吗 可以允许她讲话吧 她叫AT 你给她 让她来说话 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 听得到 好的 我听完这个讲座 我很激动 我特别以我的大女儿为傲 就是曾经我跟她聊天 就是我说宝贝 你们学校都是白人最多 白人很多 然后呢 印度人呢 有几个原来 然后我说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然后你觉得 就是自己会不会瞧不起自己 她说妈妈怎么会呢 她说我长的是中国人的皮肤 中国人的脸 她的眼睛也是小小的 然后呢 就是典型了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长相 然后她说 妈妈 我很以我自己的长相为傲 然后我说 好 那妈妈过一段 以后再问你这个问题吧 后来 过了有 就是她现在大一些了 14岁了 然后我又问她 我说宝贝 现在这么多人就是 比如说有些人觉得眼睛小 去拿个双眼皮啊什么的 我说你在未来 会不会考虑 就是把眼睛做大一点 然后 我不是说那个我们 我们的眼睛太小 我是觉得 那样的话 你的视力会好一些 因为眼皮 毕竟遮住了一点那个眼球嘛 就是 大概三分之一吧 我说 会不会影响你的视力 然后她说 妈妈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漂亮 我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这个美容啊什么之类的 她说 我很以我自己为傲 她说我非常漂亮 我在学校 我就是让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是unique 我是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我 没有人跟我长一样 我觉得我自己很棒 哇 我听完之后好感动 我就说 哇 我的宝贝真的是长大了 她不是说那个时候小 她觉得 我很自信 我很漂亮 因为她经常站在 就是台子上表演啊 唱歌啊 什么的 跳舞 不是单纯 因为她有这些个特长 所以她觉得 哎 我很棒 是她骨子里 她心底里 就是告诉自己 我就是非常棒 我就是非常漂亮 哪怕 我就是戴眼皮 我也很漂亮 我眼睛比你们小 我就是很漂亮 所以 哇 我真的被她感动到了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孩子她 如果她不自信 我们家长应该鼓励她自信 如果她很自信 我们应该为她 以她为傲 说 应该鼓励她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 我的大女儿就非常自信 就是非常好 在学校 老师 什么 同学 都会 都会觉得 这个人 就是同学认为 她有一种冷傲 不敢接近她 就是不敢轻易跟她做朋友 觉得她学习很棒 然后好像有一股冷傲 就是那种骄傲 然后 他们就一开始是不了解她 后来他们了解之后 比如说 那些同学在某些方面有困难 然后我女儿就会主动帮助他们 然后让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个怎么解决 这个怎么回事 所以后来很多同学都愿意跟她交朋友 然后告诉她说 我们一开始觉得你很难沟通 然后现在跟你了解了之后 知道你原来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所以她有很多的朋友 我觉得挺为她 以她为傲的 就是 就这些 谢谢老师们 谢谢你们 非常棒 谢谢 说得太好了 说得太棒了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了解这些过去的历史 能了解 也是因为他们能够给他们多一点中国的元素 在美国能看到多一点中国的元素 和中国文化的元素 让他们的自信心能够提到 太棒了 好 接下来是莉莉瑶 你可以说了 莉莉瑶 你好 我是想跟您 我是有两个问题 但是就是 您能听到我吗 我能听到 您说 OK 但是我问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可以跟您讲 前这个女士的骄傲 其实是我 正好是黑白分明的对比 我女儿也是14岁 她小时候从来不担心她的长相 但是近两年 她就说 I look really ugly I don't know why but she keeps saying that I'm ugly I don't want to show you my face 即使是我跟她 video chat 她都从来不是我的 face 她就是说到 ceiling 或者是说到她的 foot That's it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那个妈妈为她的女儿 骄傲非常好 我也为她骄傲 但是我的女儿不是这个状况 她就是说 I look really ugly 我们是在硅谷 然后呢 有很多中国人 有很多印度人 我能够感受到的是 印度的孩子非常自信 他即使很刺 他也觉得自己很傻不错 可是中国的孩子 很少会有样的 很多是他即使很优秀 他也不觉得自己多优秀 这只是说我的状况 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呢 就是第一来说 因为我是在硅谷的家长 我是觉得你们这些历史 缺了一段近代 就比如说像杨志远 甚至那个Zagberg的那个wife 她也是属于越南籍的华裔 那么你可以去追一追她的故事 因为这些跟我们的孩子都更近 比你讲的那几个人更近 他们能从news上来看到他们 他们更easily relate to them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在那个聊天群里也发过 就是说我当时跟几个朋友 一起创建了那个张春茹的纪念群 所以我知道就是说张春茹 是非常非常值得 你们去写的一个人 他是他今年也就五十几岁 他要是活着 他自己出名的时候 都是他是华二代 他自己就是华二代 他父母又都是一鲁的那个博士生 我是觉得我们这一辈子里头 活得最好的人 也就活成他父母那样 然后他们又生出来这样的女儿 他们有一个儿子 你们可以去学一下他们家的故事 他妈妈有一本书都写了 但是你可以去转变从孩子的角度 就是说怎么看他小时候热爱文学写诗 写给他妈妈的诗 将来你老了我这会照顾你 可是你看看世界上发生的是什么 还有呢就是说 他去开始的时候去学的那个computer science 然后去转成journalism 这种就是major change switch的major 我觉得这些对孩子都非常可以relate 他还是那个homecoming的queen 我觉得这在高中任何一个高中 你都可以去跟他relate 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他那个 预备群的那个二维码 我可以发给你们 然后你在合适的话 你发到你们这里头 就是想入的群人可以入 就是这样 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增加近代的华裔 尤其是科技人 那些人 因为我是在硅谷嘛 所以很多人就是耳熟能详 那些英文的news都替你broadcast了 还有是我觉得我们应该 就是介绍一下张春茹 你介绍南京大学家可能太难了 我觉得那个我都受不了 但是你可以介绍张春茹 他自己就是华二代 他对文学的热爱 他对事实的热爱 他对这段华人历史 他其实写了就是因为 美国教科书上没有这段历史 那就是 学习的信号 那就是 谢谢 非常好 那个张春茹 我可以发那个二维码吗 这个要听 那个谁听夏明的 那个谢谢你莉莉 那个非常感谢 那个张春茹 张春茹写了一本 Asian Americans的 那个美国华人的历史 非常好 这个黄西看完了以后说 这个张春茹就是我的偶像 对对对 很多人受他鼓励 我知道 对 谢谢你 莉莉 你的分享非常重要 是 我希望能跟你联系一下 我们慢慢谈 我们慢慢谈 对 对 我以前听过你的 我非常希望能跟你联系一下 好好好 我们联系一下 谢谢 在群里联系一下 拜拜 您可以把二维码 发到 发到chat里面 或者您可以发给我 我可以在最后我们的 最后总结的newsletter里面 都发出去 可以所有的听考老师 让你们选择新的家庭 对不起 我没有开始你的名字 我开始黄老师的名字了 您是叫什么 我是夏明 夏明 好的好的 谢谢 刚才这两个家长讲的这点 我觉得特别重要 就是小孩的长相 这个 这点我曾经说过 这小眼睛的自豪 我们应该培养一种 小眼睛的骄傲 小眼睛怎么了 对不对 照样看得清楚 刚刚照样明白 这不是按大小 牛的眼睛大 怎么了 所以这个 这很值得我们家长 一块重视这个事 小眼睛的自豪 因为最后谈到一个自信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孩子自信 有孩子不自信 我相信就是每个族裔里面 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比 你说就是说可能这个族裔那个族裔 我们看到别人的族裔的时候 都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团结 他们怎么那么自信 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 也说你们华人怎么那么团结 你们怎么那么自信 我都有一种 就是说 隔空的美 就看到别人都觉得 特别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自信的问题 刚才华老师说的 其实都是一样 它是一直是 I'm going的这么一个 issue 我们要不停的去跟他们 就是fight 或者说不行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说刚才有位老师问 他说为什么早期有歧视 其实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做 这不得不来做这么一个讲座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受到歧视了 因为今天我们的孩子在路上被骂 你们滚回自己的国家去 可他们障碍合上摸不到头脑 说我国家不就在这儿吗 你要我回哪儿去 所以这就是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突然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疫情 就这么掀起来的 之前我们华裔社区 都觉得我们华人地位还不低 都有这么种感觉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身份地位 我们的学术能力 都不低 可是为什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一个异国他乡的病毒 就突然把我们给牵涉进来 这其实引发了一个 一直埋藏在前土层的 这么一个问题 并不是埋藏在深土层 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是在这个看现在 我们就是不太好总结 看历史就是容易总结一些 还有一个是我们希望通过 我们这个就是发掘 美国的这个发展史 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在受到讲美国 是一个传统性的西方的国家 所以我们往往自己 会认为说 这可能是一个西方人 是建立的国家 但是你仔细把这个历史 波斯抽检 一小层就能发现 有很浓重的 华人和中国文化的 这么一个元素和声音在中 每一个历史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时期都有的 我相信各位可能有些人 听说过这个1619这个项目 这个是非裔他们提出来了 要重新解释 美国历史这么一个项目 其实我们华裔的这个历史 比他们更需要去realize这一点 它有很多很多的线 不光是一条主线 好几条主线 这是很值得挖掘的 而且这也能很大的 能够提升其他民族 对我们的理解 对我们的了解 对我们的尊重 也是我们自己孩子 能够站在这个图里上 能更有底气 更有自信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没有老师有问题 有个叫Ray Singh 他说他早就举手了 没有叫他 Ray Ray 你可以说了 我已经让你打开发筒 OK 谢谢 王倩啊 谢谢 我中文讲的不好 我用英文讲好了 OK 我非常高兴认识你 OK 老大 我听了整个表演非常感动 OK 你做了很棒的工作 OK 然后我有三点 第一点 OK what can we do to help the organization to realize our dream to have an Asian American museum in Washington D.C.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关于孩子的事情 两个母亲 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右边 我那个老大 是在中间 然后他在小学中学的时候 是被人家欺负 but she overcome by participate in everything everything that she can do OK 然后最后他是拿了那个 高中毕业的时候 拿了美国中统奖 OK 然后第三点就是关于那个 一个school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 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 不需要他每一个孩子都要进那个很好的大学 或者变成理工学院毕业的精英 或者是变成一个医生 或者变成什么什么 OK 我们要参与就是说 他那个社会科学 social study OK be a journalist be a writer be a politician 这些就是我们下一代ABC 想应该去做的事情 OK 第四点 就是关于那个进入学校 OK 学校会给你一个 pushback We don't have the teacher that can teach the Asian American history Do you have anybody to help us to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这就是我们要 OK 我们在Solan的时候 人家说 OK 我们没有老师要教中文 OK 然后我说 OK 我给你三个人的名字 你可以请这个三个人的名字 去讲 叫中文 然后他就说 We don't have the money I said Make it Make the money available for this 中文老师 最后 最后 最后我们第一年开始 就是把孩子 要学中文的孩子 就把他送到那个 Kat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然后第二年 他又看刚刚开始 有一个budget 这就是我们要面临的 future OK Anyway Thank you very much I'm too emotional 今天 所以我非常感谢 OK You did not All of you did not disappointed me Thank you 谢谢邢老师 很精彩 谢谢 好 接下来 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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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两句 我说两句 是这样的 那个 黄老师今天讲的 也是跟 我们在这个 咱们全美中文学校 分享的一样 我听了以后 真的也都是 又听一遍 每听一遍 都是 心潮澎湃 就是 这个黄老师 讲得非常好 You're just surprised when you're doing that Yeah yeah I know I'm charging my my telephone 谢谢黄老师 这么精彩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我是想讲一下 这个关于刚才 两个老师 就说孩子 是这样的 我孩子呢 都已经大了 就是我老大呢 也是一个姑娘 然后呢 她已经大学毕业了 那我现在是想讲 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父母啊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 对中文学校 和对中华文化的态度 就是将来呢 对孩子 就是说 从青少年 然后呢 变成青年 变成这个 young adult的时候呢 他对自己的身份 认同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一定有一个 这个过程 就是说 我们说孩子的这个 叫什么 这个身份认同 他这个自我 这个认同的 这种觉醒吧 就是说 我觉得 我们在座的这些 从事这个 这个华文教育的 这个老师也好 对吧 这个或者是 就是就算你 只是一个家长 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呢 大家都要再多想一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把孩子 送到中文学校 来学中文 这个呢 在过去 大概我孩子是 四岁 四岁半开始 去中学校开始学 然后呢 到他这个高中 就是上高中以后呢 后来就停掉了 那这整个 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 孩子知道 首先 就是说 自己的家长 对中国文化 是不排斥的 而且是非常重视的 那么他们呢 就会 以这个中华文化 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 对吧 或者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后代 那这个时候呢 孩子将来 走向社会的时候 就是说 你走到大学里 成为一个独立的 这个个体 然后呢 走到工作当中 对吧 你人家都会 怎么说呢 你就是一个 Chinese的face 对吧 那他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孩子 就是说 如果说 自己的家长 长期的 就是说 对中国文化 说属于一种 比较淡漠 或者呢 有的甚至 有一点点排斥 或者有一些 负面的这种印象 在孩子心中形成的话 那么将来 孩子呢 他在从 这个青少年 到这个青年的 这种转变过程当中呢 会有很多困惑 所以呢 我是就是说 非常希望 在听这个 黄老师讲座的这些 咱们这些家长吧 就是说 一定要让孩子知道 至少 自己的父母 是非常认同 中国文化 对吧 就是说 不管我在 中国学校 到底学了多少东西 但是呢 对这个文化的认同 将来对他 身份的转换的过程当中 是一定有帮助的 如果说 孩子将来 就是成为 养儿道主的时候呢 他对自己的身份 认同呢 如果他有一些 这个犹豫 或者呢 有一些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有一些迷茫 那将来呢 就是孩子呢 他就不会非常自信的 去表达自己的 不管是他的工作 生活 学习 或者是什么恋爱 对吧 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 那孩子呢 就不会很自信的走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对孩子 你想想看 他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不是特别自信 那他所有的地方 都会比别人落后 对吧 等你20岁到30岁 可能你这个生活 把你这个教育过来的时候 对吧 你已经比别人都慢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 你一辈子可能都比别人慢 就是说 对这个身份的认同 其实是非常关键 我们在这里 要讲好华人的故事 也是非常关键 就是说 上次这个黄老师 讲完之后呢 我就在说 我们对年 就是年龄 就是说 比较小的孩子 我们要多讲 我们华裔 对美国的这个发展啊 对这个 对美国的贡献 对吧 我们有很多贡献 就像刚才黄老师讲的 对吧 We build a real road to build America 就是说 这些呢 是我多给小的孩子 多讲贡献 然后呢 给大的孩子 多讲以前的这种 这种伤痛 对吧 就是说孩子 有了一定的心理承受以后呢 让孩子了解到这个问题 所有的孩子都会思考 这些问题 对吧 确实也像刚才这个 夏明副会长讲的 对吧 就是通过这个 就过去两年 这个疫情 对吧 因为一个某些政客 对吧 或者某些这个公职人物 他不恰当的引导 那就会这个在社会上 这个招来很多对华裔的攻击 这个呢 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我们在微信里都看到了 对吧 或者新闻里 什么都发生了 那现在呢 就是说可能更过分的 对吧 你现在就经常看到 这个持枪抢劫 对吧 就是抢华裔 对吧 我看前两天 还有这种破门而入去抢 简直就是 非常的这个 可悲吧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我是非常希望 就是说 我们至少 就是说这个华裔代 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就是说 让孩子知道 我们做家长的 不会去排斥 这个自己的历史 就是自己的heritage 对吧 这个中华文化里面 有很多精华 对吧 不单单是我们 对美国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就算现在我们也继续 再对美国的这个发展 做贡献 对吧 所以呢 孩子呢 就是说 要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说 不是以这个自己为华人 而感到自卑 而是说 以自己为这个华裔的后代 而感到自豪 对吧 而且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通过 讲好 这个所谓 这个我们的这个华裔的历史 就是美华历史 让孩子知道了 这个件事情以后呢 就希望孩子 他能更加自信的 就是走自己的路 这样呢 对孩子以后的这个 发展是非常好 就说 我就简单说一下 这个我闺女 是吧 就说 她呢 这个到这个 20年的时候呢 她就 也有毕业了 然后呢 她当时是代表 这个 也有全体的 这个学生 在毕业典礼上 讲的话 她这个呢 都是在YouTube上有的 大家可以去search一下 就是2020 我闺女叫Joy Joy 然后呢 她现在呢 是在Facebook里工作 那她在Facebook里工作以后 她干什么呢 就是说 她是在Facebook里 然后她做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她叫这个 叫这个Culture Ambassador 就是说她自己 就在这个Facebook里面 就start了一个 关于就是说 大家的这种 Culture的这种 discussion 就在这个Facebook里面 就搞这个bringstorm 而且呢 是一种非常 carrot的方式来进行 我都 我听了以后 我都非常高兴 就是说 我觉得孩子呢 在这方面呢 他确实已经 就是说 认识到自己 这华裔的身份 而且呢 他也非常自信 去干这件事情 而且从我 就是说 从他manager 对他的评价来讲 对这件事情 人家也是非常的 这个open 也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就是希望 就是给大家讲出来 然后呢 让我们所有的 这个华裔家长 就从家长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 我们要自己 这个珍视 我们自己的华裔文化 然后呢 做好 我们在家里 讲这个故事的 至少做好这一点 如果真的是 还需要更多的这个内容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作为我们这个 中文协会呢 我们中文学校协会 我们应该就是把 更多的这种素材 我们把它积累起来 然后呢 就是像所有 想讲这个故事的 想把这个故事讲好的 不管是家长也好 学校也好 或者是社会团体也好 我们就去推出去 就是要把这个 华裔的这个 对美国的贡献 把它讲出来 对吧 这个 也是就说了 就是说 这个排华法案 就是说在美国历史上 是唯一对单一族裔 做的这么一件 错误的事情 对吧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 就是应该像 这个犹太人 这个对 Holocaust的这种 Education 我们应该也把 这个故事也讲出来 对吧 我们去这个 费城的时候 就是菲律德菲 去参观的时候 它旁边就有一个 这个犹太人 Holocaust的这个 Museum 我们进去讲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 就是从头到尾都讲一遍 你看完以后 也很震撼 对吧 但是其实我们也是要 讲 就是说排华法案 对这件事情 对这个华裔的人的 这个伤害 也不亚于Holocaust 我们要把自己的故事 讲好 对吧 产生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 好 谢谢大家 非常好 谢谢邱校长 然后 您已经成功 为您的女儿圈粉了 然后刚才的 莉莉瑶老师 申请能够和您的女儿 能建立一个 Facebook的联系 然后 那么我到时候 网上的信息 再转给您 她的Facebook就是 Lily瑶 然后San Jose California 然后 谢谢 所以刚才 就里是把这个事情 又拔高到一个 新的高度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 我们怎么样 能够建立一个 文化的氛围 以及到我们的教育 工作者 我们怎么样 在建立一个 学习的 这么一个氛围 让大家能觉得 他们从小到大 生活当中 学习环境当中 他们并不孤独 其实仔细想一想 也是 为什么要来 中文学校学中文 为什么不再网上学 为什么不请私教来学 那是因为有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 桂根结底 就是有一个族裔在里面 就这么一层认同在里面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认同 在发展得更好一些 那么这也是给我们 中文学校 给我们的这个 华裔的教育工作者 提出一个新的一个课题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元素 能够轮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去 或者去到我们的教学的活动 当中去 不认在座的各位老师 是在全日制的K12 还是大学 还是在中文学校 还是您是中文学校的管理者 我们都应该思考一个 这个新的一个方向 教书育人 我相信我们教书的目的是育人 我们最后的最终的目的是 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够能够成才 无论他是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我们让他们有 五千年的文化这个根基 我们也需要替他们组建一个 两百年在美国的这个根基 这两个根基 我们都需要给他们做好 这样的话 他们无论是在哪个地方发展 他们都能够充满自信 有人有余 不管长相 不管肤色 不管他说什么口音的英文也好 中文也好 他们都是充满自信 因为只要有自信 他一直肯永远是美丽的 永远是可以成功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边 谢谢黄老师 谢谢各位参与的理事 校长老师们 那么就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大讲堂 我们也希望大讲堂 我们下一期 希望能够再做一个 和亚裔历史相关的内容 我们希望能够建一个生态系统 教育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包含进我们亚裔历史这个元素 包含进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自信这个元素 让他们能够走得更好更远 发展得更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黄老师 谢谢小康 谢谢 谢谢 感谢各位听众 感谢各位朋友 谢谢 好 那下面辛苦 辛苦 大家辛苦 好 那就这样 拜拜 之后再见 拜拜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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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